中華民國陸軍官校六月十六號百年校慶 傳出中共積極招攬校友 到中國黃埔軍校就職游覽 最近有旅行社打出黃埔校友 為主題的旅遊廣告 在高雄的建國路上 還是有旅行社以參觀黃埔軍校就職 為號召要糾團去中國旅遊 出發日期就在六月份 網路上流傳這張行程表 只給軍校夥伴好康 六日遊第一天金門第二天廈門 第三天去廣州黃埔軍校就職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第四天泉州第五天鼓浪鱼 第六天回台 團費25900元 5月15號前提是19900元早鳥架 僅此一團但6月1號後 禁組團富州旅遊 落域檢舉可能被開罰 旅行社的網頁跟跑馬等廣告 都沒有看到六月十四出發的團 同事表示相關訊息得問導遊本人 致電卻關機 現在更傳出六月後 旅行社有變通的做法 一樣是組團卻是以自由行民一報 差別在旅評顯示保個人 沒有保障啊 因為出事他們可以丟包 看小便宜 然後就是喪失自己的保障 價格取勝嘛 而且可能相信現在的治安應該還好 六月後禁組團附中旅遊 但適逢黃埔軍校半年校慶 中共緊扣政治操作 這個團是否成形跟對岸有無關聯繫 相關單位要持續掌握釐清 三雄黃旗超股部先高雄報導